特别几日 本期故事耗时两个多月 在与知情人反复沟通了更多细节后 所以决定分享给大家 由于内容故意炸裂 因光看 事还得打某天老哈给媳妇买车说起 当天两口子正在4S店研究车的时候 突然老哈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一个山东的陌生号码 接电话以后 对方语气特别着急 直接看门见身地说 资格是谁谁介绍来的 目前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希望老哈能亲自去一道 据老哈说 从事他们这个职业 并不是被所有人认可的 也经常会接到一些撒扰电话 甚至刚入行那会儿 也没少被这些电话骗 跑了不省的远路 后来随着上当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老哈呢 也吸取了一些教训 就是但凡是电话预约的 特别是陌生人 那么必须得先收取一部分的定金 但周围来自山东的老铁 好像很懂我一样 还没等老哈问对方具体什么事情 就挂了电话 说具体加微响亮 就这么 等老哈通过对方好友之后 那边就直接转过来了一笔定金 但当老哈问到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对方却一直说 这个事情在手机上说不清楚 还是当面谈比较好 那么在这之间 两人又聊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 在这儿啊 咱们直接略过不提 总之 当晚老哈回家收拾了教训 便连夜往对方那边赶 赶到地方的时候 已经是下半夜了 当时 见老哈的是三个男人 后来老哈才知道 他们是三兄弟 见面以后 对方好像并没有着急 跟老哈讨论具体问题 而是先带他去吃了饭 那在这里啊 咱们必须重点划出 山东人的代客之道 那就是一个实称 饭桌上几个人 没有任何废话 饭菜也都是当地的土菜 但喂他 那绝对是没得输 用老哈的话说 这顿饭 那叫一个饱 一个舒服 完事以后 三兄弟没让老哈开车 而是坐他们的车 去了县城边上的 一个老旧小区 真的就是一个 很老很旧 小区的墙皮 都掉了的那种 之后 车子停在了 小区最里面的 一栋楼前 进入了一楼的东湖 当时老哈还纳闷 看着三兄弟 一个个气语不凡的 豪车名表 怎么住这么泼的小区呢 可当进入房间以后 看到里面的一切 好像这个问题 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只见这个房子里 所有只要能采光的窗户 全都用一些 很厚的棉布 给挡上 不光如此 屋子里还停着一具漆黑 但并不大的棺材 棺材前边 是一些燃烧后 留下的纸灰 以及一些还没有用到的 箱筑贡品等等 再往前 还摆这张贡桌 在这贡桌上 有张老人的遗像 以及一个像是骨灰盒 一样东西 但令老哈最怪的 还是在那口棺材上 落满的灰尘 看样子 这具棺材 好像停放了 很久时间一样 这一点 让老哈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 心里头 也暗暗 有了一些猜测 据老哈说 在进入房间之前 他想过任何可能 唯独就没想到 这种事情 那么赤一至此 老哈就开门见山地 让三兄弟 把事情的整个经过 详细说一下 听了老哈的话 三兄弟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之后 其中的大哥 伸手点了一支烟 便开始缓缓开口 据老大说 现在他们身处的房子 是自己父母 一直在住的 几年前 父亲因病去世 母亲难过得 要死要活的 甚至后来还提出 要把老头子的骨灰 放在家里 三兄弟又都比较孝顺 而且年迈的老娘 放出狠话 不同意的话 便以死性弊 后来兄弟几个没办法 便只能妥业 而据老大说 父亲没去世之前 母亲非常开朗 老两口也经常在小区附近 六弯一起出去买菜什么 可不知为什么 自打父亲走后 老娘就变得非常的阴郁 平时更是很少出门 甚至还要求儿子们 买来那种厚厚的棉布 把所有窗户都封了起来 就这么老娘便一个人 伴着父亲的骨灰 生活在这个老房子里 三个儿媳妇觉得老太太的做法 实在太过诡异 出于内心的恐惧 所以平时就很少来 再到后来 基本就不来了 这期间一直是三兄弟 轮流过来查看 虽然呢 也觉得个硬的祸 但毕竟啊 是自己父母 倒也没太过害怕 只不过 自打二一年开始 但凡三兄弟过了 老太太就跟他们强调一件事 那就是等他去世以后 不要火化 也不要买 就买一枯小棺材 放在这个房间里 不管三兄弟谁来 这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话题 期间兄弟们问老太太 为什么这么做 这老太太也不说 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话 去做就行 然后就在去年的三月十四号 老太太突然给大儿子打电话 说自贼快不行了 让他赶紧的通知老二老三 一起来趟老房子 其他的谁也别通知 包括三个儿媳妇 那么咱们刚才提到 这三个儿子都非常孝顺 再加上老太太年纪大了 人又比较固执 还有这三兄弟 也没把老太太说的那句 自己快不行了 太当回事 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 是没有人能完美的 预测到自己死期的 就这么 当天下午七点左右 三兄弟急匆匆地 赶到了老房子里 三人进门以后 就看到老太太 已经提前为自己 穿上了老衣服 整个人勾搂着身子 举着根小拐棍 再加上这房间里 常年不开窗 整个气愤 那绕是三个亲儿子 也不禁有些大汗 然后老太太便吩咐老大 连夜去准备口棺材弄过来 之后又让老二 去取一些土来 而老三呢 则负责在家里陪着老太太 那看这一架势 这三兄弟麻了 群似的 这老娘是要动正格啊 哪有人走得不火化 不埋 把身子放家里的 当下呢 这三兄弟啊 就不干了 而知子莫如母 老太太 好像提前就做好准备似的 直接就拎起了桌子的菜刀 往脖子上一架 以死相逼 后来 这老大老二被逼得没办法 只得照做 等弄好一切 又趁夜 悄无声音地 把那具小棺材运到了房间里 之后 老太太又吩咐搁几个 把老二取来的土 放进棺材里 等天一亮 老太太又吩咐老三 去买了些菜回来 当天 白天的时候 也就是三月十五号的下午 这老太太亲自下厨 一家三口 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完饭以后 老太太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 说他马上要走了 等他走之后 要求三个儿子 把他的身体 放进棺材里 然后用土埋起来 只要把脸露在外面几口 然后 这件事 不宁告诉任何人 且一定要按照他说的这么做 否则 他死不明 说完这些话 老太太就哭了 哭得很伤心 期间 也一直来回摸着三个儿子的头 这没多大会儿 老太太可真的就死了 而真正恐怖的事情 也正是打这会儿发热 话说 看到老娘真断气着 三兄弟是哭得你死我活 等平复完情绪之后 老二和老三都等着大哥发谎 问 是按照老太太的遗愿去做 还是走正常流程 这会儿 老大也不说话 就跟他嘎巴嘎巴的抽了鹰 也不知道你抽了多少根 之后 老大站起身子 说道 就按照老娘说的做吧 那话说 这三兄弟 老大是属于那种很理智 稳重 且不信邪 但比较尊重的那种 所以 于情于理 最后的话语权 就落在了老大身上 那么 咱们前面又提到过 老太太 由于年事已高 体态勾拢 所以 要想让老太太平躺着 放进棺材里 这无疑是个难题 而就当三兄弟 为此犯愁的时候 突然 不知打哪 冒出来一条野猫 一直在窗外惨叫 而随着野猫的叫声 老太太的身子 竟然神奇一般的 一点点慢慢变直了 总之 三兄弟一用忙活 总算按照老太太的遗愿 用红砖垫起棺材 棺材头 正冲着已是父亲的 骨灰盒和遗像 然后 又把老太太放进去 埋土等等的 一系列 做完 只不过 这想想老太太 整个人埋在土里 只露出一张脸的样子 这兄弟三人 还是禁不住的 有点鸡被放马 而为了避免出事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兄弟三人 每隔不久 都会轮流过来查看一番 直到半年以后 才突然发觉事情不对 那话说 在这个小区边上有个学校 这个小区里住的 基本上也都是一些老年人 平时呢 很多孩子家长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就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家上 期间呢 这些老人 就负责每天击送孩子 而当时 这老太太家对门 也就是这一楼的西户 还住着一对老年夫妻 也是带着个小孙子 这小孙子呢 就在旁边这个学校上学 话说 小孩子嘛 平时比较调皮 每次上下楼的时候 都会使劲跺脚 发出很大的动静 为此啊 这老夫妻 没少数了这孩子 然而 就在前段时间 这孩子放学以后 跟几个小孩 在小区里玩呢 正常情况 这孩子每到吃晚份的点 就会主动跑回家来 可这一天 老两口把饭端上桌了 还不见这孩子回来 就主动出去找了 可结果一出大员门 就看见这孩子 正坐在对面花坛 发呆 这老头啊 就直接出那孩子 喊了一嗓子 可结果这一喊 给这小孙子吓得 直接就哇哇大哭了起来 当时老头一看 这情况不对呀 平时别说喊了 就是揍上一顿 这孩子也都是 稀里笑脸的 这今天是怎么的 结果等老头 拉着孩子回家 回到家后 这孩子就跟爷爷奶奶说了 说他刚才 本来准备回家的 可结果刚走上楼梯 就看到对面奶奶家的门 开了一道缝 这老太太呀 就那么躲在门缝后面 阴侧侧地瞪她 那个样 非常的吓人 这小家伙 这小家伙由于太过害怕 也不敢上楼了 只能等着爷爷奶奶 下来接她 而老夫妻听完孙子的话 心里头就明白 本身也知道 对面这老邻居 自打老伴走了以后 就变得很孤僻 而自个的个小孙子 平时又调皮 每次上楼的时候 都会知道噪音 寻思了呀 肯定是吵到这老太太了 然后这老头就想着 明天主动过去 跟着老太太道个歉 说对不起 可结果 第二天来这老太太家 敲门 却怎么敲的门人要 也刚巧 今天轮到老二过来 查看情况 这老头看到老二以后 就把这事说了 话说这老二当时听的 那是一头的冷汗 但还是得装模作样的 跟着老头说 说这老太太 最近不舒服 今天一大早 就被大哥 给接他们家去了 回头啊 我说说老太 而当时本身 准备进屋的老二 掉头就走 也不敢再进去了 这出楼道的时候啊 腿都软了 等上了车 老二第一时间 就拿出手机 把这个情况 跟大哥说了 结果 这刚把电话放下 就听到外头 有人在敲车窗 这吓得老二一个机灵 转头一看 哟 原来是楼上一个邻居 等摇下车窗 这邻居呢 就跟老二反应 问他们家老太太 最近晚上在家干什么 怎么一到半夜 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动静呢 就好像用手使劲去抠木门似的 是不是你们家里门坏了呀 而听到这个邻居的话 这老二基本上已经下得越发梦了 如果说刚才对门大爷说的情况 可能是小孩子调皮 撒谎乱说的 毕竟啊 那大爷也没亲眼看到嘛 那么现在楼上邻居说的这些动静 又是怎么回事 当下这老二胡乱地敷衍了邻居一番 便开车赶紧离开了小区 等到了晚上 三兄弟便坐在一起 商量这个情况 本身呢 当时按照老太太 遗院做的时候 就有点担心 生怕这尸体腐了 有味道 可结果 这半年来 老太的身子是一点都没懒 还跟当初刚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一点就够让兄弟三人觉得奇怪 然后再加上 这两个邻居反应的情况 这三兄弟寻思着 这事啊 可能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总之 后来三人就做了一个决定 晚上一起过去 再暗中定一下 看滚什么情况 那就这么 连续一个礼拜 这三兄弟啊 都窝在车里盯烧 也直到第七天的凌晨 当时老大和老二都睡了 轮到老三盯着 正当老三哈欠连天 准备点烟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对面楼道里 发出吱压一声 这个声音太熟悉 那就是他们家那老房子 防盗门的开门上 紧接着老三就看到 打楼道里慢慢出来了一道黑影 而当下这老三激动地 赶紧去摇醒睡着的两个哥哥 等三兄弟摒着呼吸 看向那道黑影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勾搂着身形 捏手捏脚 正在一点点往外走的身影 正是自己已经死了半年之久的老妈 而且更奇怪的是 这老太太虽然捏手捏脚的不错 但速度却很敏捷 且期间没有发出任何的脚步上 之后走到小区的围墙边上 这老太太一台身子就跳了出去 朝着东边的一个湖就跑了过去 看那样子哪些个老人 且还是个死人的架势 那话说这个景况 当下就给这哥三下马爪了 坐在车子里是一动不敢动 直到时间过去了十几分钟以后 这老太太的身影 又从刚才消失的方向 迅速地向这小区这边靠了过来 之后这身子一台就又跳了进来 与刚才不同的是啊 这会儿兄弟三人 探到这老太太手里 多了只血乎拉扯的鸭子 就这么 这老太太跑到楼道口 一个靠墙的阴影位置 蹲一下身子 又开始啃食手里的鸭子 据的三兄弟说呀 当时那个环境 老太太本身处于阴影之中 就露半个身子 半个脑袋 半张脸 就那么啃食着手里的鸭子 真是给他们下了个半死啊 这个过程 差不多又持续了近十几分钟 之后 老太太就又捏手捏脚地 走回了楼道 据老大叔 他从不信鬼神之术 但当时那个情况 真的是吓得他浑身发麻 每一根寒毛都根根直立 还有 那可是他们的母亲 亲娘啊 而这一晚 三兄弟一直在车上坐到天亮 老太太回去 也没有再出来 等彻底天光大亮以后 三兄弟壮的胆子 进了屋 发现这老太太 还是那么安静地 躺在棺材里 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仿佛昨夜的事情 是三兄弟的幻觉式 然而等他们走进了 仔细查看的时候 就发现这老太太的手 从土里露出来了一些 这然后三兄弟又小心翼翼地 把老太太的手掰开 仔细观察 就看到老人的指甲缝里 有血一样的泥垢 掰开嘴巴 就发现牙齿上布满了血丝 以及一些纤维物体 这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三兄弟啊 也不敢再迟疑了 当机立断 就离开那房子 然后就开始不断地 找一些能人意识 再后来经过朋友介绍 也就找到了 咱们说的老哈 这个呀 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这老哈听完以后 便问三兄弟 这老太太生前 有没有接触过 什么奇味的人 那对于这个问题 三兄弟每天都在 忙于自己的事业 自然是不太清楚 而据老哈说 这事啊 也得亏是发现得早 也好处理 如果再晚点的话 那么难度啊 就会出现倍数叠加 甚至几十倍都有可能 那处理的办法 有点过于敏感 在这里啊 咱们就不便细说了 总之 简单粗暴 就一个字 烧 这三兄弟啊 也的确是秉承了 老祖宗的光传统 把孝敬老人这一点 做到了极致 但未免 有点过于余孝了 有点过于余孝了